哈喽,大家好,我是Donny Tsai One Mini Amulet,Royal Vision Prediction 预测 我在2022年12月29日曾经做过一段视频 预测今年2023年贵卯年即将会发生的大事 我们先去一去片 今天我们要讲一讲关于预测 然后明年呢?明年是贵卯年 有一句话说历史会重演 我们就看回60年前贵卯年所发生的事情 那么贵卯年呢?当时候60年前1963年的时候 在南斯拉夫7月26号的时候 在一个叫斯科普里城的一个地方 早上就发生了80多次的余疹 80多次的余疹 然后呢,死了1000多人 小木克小土地疹,余疹 曾经发生过地疹的地方的人要小心 在同时1963年的时候 在医学上也有一个重大的事情发生 就是说 世界上第一次关闭在职成功 所以 我觉得 2023年贵卯年 在医学上 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突破 高负人类的 这个是很好 所以 贵卯年 有好 有坏 至于他会不会成真呢? 那么 今天是12月29号 至于明年贵卯年 也只剩下 过了立春 2月4号 就是贵卯年了 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看完片了 不好的事 希望它到今天 停 停 好的事 希望它继续 越多越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